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各位家人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睦一起 Hoffee Bread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美丽景区背后的性结 美丽景区 美丽风景区背后的性结 我要讲的美丽景区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中国的一个景区 叫做张家界大峡谷 张家界大峡谷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朋友们 都有去过这个景区 张家界 有人形容张家界是 美丽的张家界 中国人的骄傲 很棒 我本身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 我看风景 看这些的图片 可以知道 的确非常漂亮的景区 在美丽又使人骄傲的风景区 既然在最近 发生了一件害人的事件 害人就是说很惊人的事件 什么事件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 我们前一阵子有四名年轻的游客 四名年轻中国人自己的游客 有三名的男子在风景区玻璃建道 它有个地方是玻璃建道的玻璃做的 建道可以走路的 他们翻越了这个安全的护栏就是栏杆 集体跳崖胜亡 集体跳崖 四个人 三位男子 跳崖成功 跳下去就死了 但是因为另外一位女子 就及时被阻止 有其他人阻止她 其他三人跳下去 那么这位女子就被阻止 跳不成 后果怎么样呢 很令人惊讶的 这位女子她之前已经服毒了 就吃了毒药 为什么吃毒啊 可能就是为什么要服毒 可能就是一定要死 跳的时候一定要跳得成功 跳得要死 一定要死 后来就把她紧急的送医院了 但是还是抢救无效 意思是说三个人跳下去死了 另外一位女子送到医院也死了 其实在近日我们马来西亚 也发生了类似的新闻 在雪州 高清雪州 巴胜 圣桃沙市镇 圣桃沙花园 也有一位青年子女 青年的女子 自杀 这件事情也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然 对于自杀的原因 大家都可以提出许许多多 为什么 原因 我个人认为最终就是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 那就是心结 心里面有结 而且不是一个心结 是千千结 心有千千结 其实家人们 我看看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非常进步 也非常繁荣 对吗 但背后 却隐藏着 千千心结的人 最终 使得某一些人 走上轻生之路 这是何等的矛盾 何等的讽刺 当然 心结 你和我的心结 是有各种很复杂的情感和思维 好像千条的线一样 或者绳子 把它交织在一起 把我们绑起来 把我们的心绑起来 难以解开 一般上我们看到心结的形成 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有一些在 关系上的分裂 特别是一些亲密的关系 男女等等 还有工作 水月上的一些挫折失败 或者是患病 生病 或者受伤 甚至有些是对自己的外貌 能力和个性感到不满 自己不喜欢自己 孤独感 无法融入社会群体 或者遭受到别人的领路等等 欺凌 甚至有时候父母离异 分开 亲人间的冲突和不和睦 家庭暴力等等 太多太多因素了 都可能造成心结 当然有一些心结是可以被解开的 从得自由 但是有一些心结 却是一直不能够解开 活在捆锁当中 严重的 就好像这四位的年轻人一样 自杀 心结 得不到解开 家人们 信徒们 我们有心结吗 如果一旦有心结 我们又如何把它解开呢 又退一步说 万一 万一 我讲万一 在短时间里头 没有办法解开的心结 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它呢 有一些的心结 可能是比较长期存在在我们心中的 我们经历 常识 也难以完全解开 比如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说好像 不能够饶恕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个人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饶恕他 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 这个心结 很难解开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 可能需要学会 我们需要学会 如何暂时 我说暂时 与心结 共存 听清楚 与心结 共存 因为暂时没有办法解开 可能有一天会解开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解开这些心结 万一有一些心结 没有办法马上解开 那我们就准备心 与心结 共存 什么叫心结 共存 正好像我们与COVID 这个 大家都 谈COVID 都 怎么样讲 很怕的一件事情 与COVID 冰毒 共存 是吗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 我们与冰毒共存 当然我们也不断地祷告 希望这个冰毒永远离开 但是它还是存在啊 你看最近又有这个新闻报导说这个病例好像又增加了 怎么办 当然 我们只能与冰毒共存 暂时 我再讲一次 暂时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继续做好防范的工作呢 对吗 注意这个 公共卫生啊 这些东西啊 带口罩啊 洗手啊 等等 那与心结共存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结有一天可以被打解开 希望尽快地解开 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 那我们与冰毒共存 真好像与心结共存一样 我们要想一些办法怎么去面对它 我们不能够让它再困扰着我们 我们尽量把这个困扰减到最低 OK 这个很重要的 那我就与这个大卫王 大家很熟悉的一位圣经的伟人 大卫王 伟利子 一位赫神信义的人 圣经讲他是赫神信义的 但是他是有 他心中有千千结的人 但是一个心结 他有千千个心结 你读大卫的诗篇 还有圣经里面讲到猎王记忆伤等等这些 猎王记忆伤 你就看到他 他是真的很难想象像这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能够继续地可以敬畏他的上帝 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和神信义的人 他怎么处理自己的心结 我们不妨从大卫王身上学习一下 简单地说 简单地说 第一他接受 首先他接受 大卫接受 他没有逃避 他在分类性的感受 他没有试图去否定他和压制他 他接受 怎么看到呢 你看圣经讲的42篇第5节 42篇第5节 他讲什么 我的心啊 你为何又闷他对自己讲吗 Self talk 这也是现代心理学所用的 自己对自己讲话 Self talk是很重要 也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来的 为何在我里面凡超 应当仰望神 因祂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祂 你看 从这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他接受自己嘛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对神的一个希望和信心 相反的他可以成为 透过这一种的消脱 我是愁烦的一个人 我承认 但是可以透过这个 成为联系上帝的一个途径 这个是很妙的 第二点 第二点 他除了接受 还有他也有坦诚相交 有一个对象来倾诉 圣经里面 他跟约拉丹是好朋友 好朋友很重要 《圣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 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 这是前面圣经所讲的 这里很棒 大家注意 约拉丹的心与大卫的心 身相契合 契合 约拉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爱自己的性命一样 他们好朋友 约拉丹和大卫 所以我想他们一定有彼此倾诉 分享心中的一些挣扎 所以疏通自己的一些感受 需要朋友 而且知己好朋友 不能够什么人都讲了 至少有一位 或者两位 就算一位也好可以讲出自己的心声那份感受 这个也是面对心结很重要的一种的方法来的 最后大卫做什么呢 他祈求神的疗愈治疗 他转眼望向神 这个很棒 所以在诗篇139篇23到24节 他说什么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他的心思是什么呢 忧虑吗 愁烦吗 他说 试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我走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样第一 他接受自己有心结 第二 他把自己的心结 跟约拉丹来分享 第三 他交托给神 求神监察他里面的这个心 是怎么的一个心 所以在当中 你看 他最后还是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 以便更好地处理内心的问题和困惑 就是他的心结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愿你们的心结 我们的心结 能够得到这个解决 感谢主 我们下回再见